耶鲁大学和密苏里大学爆发学生反种族歧视游行 种族歧视确实存在于美国社会当中 但刻意在大学校园设置安全区能解决问题吗? 大学曾经是一个让学生面对并挑战不同观点的地方 然而现在大学生的心灵比卫生纸还容易破 在密苏里大学两名美式足球校队队人 为了抗议前校长沃福的种族争议拒绝上场比赛 但这行为毫无帮助 沃福的坐车在10月时差点撞上抗议的学生群众 但失控学生们也粗暴地对待记者 简直就和中共红卫兵没啥两样 在万圣节前一封电子邮件在耶鲁校园中流传 邮件内文希望学生不要打扮成黑脸、头巾或酋长羽毛头 一名教授发了一封礼貌的回信 表示学生应该要有决定自己打扮的权利 这封回信引起部分学生反弹 扬言要把教授以及他同样是教授的老公踢出校园 抗议的学生表示他们根本不需要安全区 然而他们却惧怕直接和另一派学生面对面 理由是因为没人教过他们如何面对 很明显的这些学生很需要安全区嘛 是什么时候开始自由的大学生活动 变成了正义一言堂呢 或许大学应该开始提供正义魔人学位了